中国官方强硬表态中产阶级担忧生死 请看报道 美中贸易谈判形势突然由乐观变为悲观 中国股市经历周一的小型股灾后 周二只是轻微反弹 官方媒体对谈判前景也不再表达乐观 民间更加担心的是 一旦谈判破裂 已经低迷的经济会进一步恶化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美中两国就贸易纠纷已经进行过十次谈判 第十一次谈判将于本周四 北京时间5月9日在华盛顿举行 中国商务部周二正式确认 副总理刘鹤将于5月9日至10日访美 一早早前刘鹤取消形成的传闻 有接近中方谈判团队的消息称 中方既望通过与美方谈判 使美方做出适当让步 所谓适当是只希望美国给予中国充分的时间 去改善国内环境 最终符合美国提出的要求 就在官方媒体集体沉默了一天 周二人民日报和环球时报均发表评论文章 人民日报头版文章标题就是 中国经济发展韧性十足 用官方数据说明 在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已回暖 令中国有条件 有能力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实现年度预期目标 环球时报社社评更指 谈判一旦破裂 对中国所产生的综合冲击 将是可控的 社评更说 中国社会在这个时候 要坚决支持国家的应对策略 无论有什么变故 我们都与国家同在 其实早在周一 中共政安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 在一篇题为 《时刻进行伟大斗争》的文章 就间接表达了对外国压力的强硬立场 文章要求全体党员团结带领人民 有效应对重大挑战 抵御重大风险 克服重大阻力 解决重大矛盾 必须充分认识伟大斗争的长期性 复杂性 兼具性 做好经济上 政治上 文化上 社会上 外交上 军事上 各种斗争的准备 做好应对任何形势的矛盾 风险挑战的准备 有分析认为 《学习时报》的文章带有强烈的政治动员色彩 四川经济学者陈刚表示 目前中国经济形势严峻 如果美国进一步增加中国货品关税 后果将极其严重 他说中美贸易战直接导致了后果 就是中国国内经济持续恶化 经济下行 中美之间的这种贸易关系 有可能进一步导致严重的后果 陈刚举例说 首先在就业市场 股市 房地产 还有包括金融秩序 金融市场 对中国国内的影响会非常的大 另外中国国内本身现在的财政非常紧张 地方债务高涨 这些都有可能在中美经济关系恶化的情况下 进一步的债务高涨 公开数据显示 周日结束的广交会上 境外采购商到会19万人 同比下降4% 出口成交金额同比下降1.1% 中国一季度政府财政赤字达8554亿 创中国财政史之先河 一季度地方债发行 14,067亿 接近2018年整个上半年的发行量 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大跌7个百分点 河北学者马先生则说 美中贸易战受影响最大的是国内的中产阶级 对高层官员的经济影响十分有限 中产人士更惨一些 如果中国不跟美国妥协的话 只有一个选择 就是闭关锁国 重新回到文革时代 这两天传闻习近平说要一人承担中美贸易战的后果 这基本上已经是一个信号了 中国所谓一人承担 大家都明白 就是所有人跟着一起承担 一人其实不会承担 所以老百姓都要承担 我们就是那个不惜一切代价的代价 北京学者郭利认为 贸易战影响中国股市 楼市等消费品领域 其中末端消费者受到的伤害最大 会影响到中层收入者 现在去北京周边 比如天津 你就会看到房地产行业非常萧条 销售人员站在马路上 几十人上百人围堵游客 目的就是让他们看房 这在三个月或半年之前是很难看到的景象 郭利说民众基本生活用品 近期也出现价格急升的现象 蔬菜水果肉类涨价的幅度都非常大 有的甚至上涨80%到90% 这种情况还会持续 因为贸易战还在持续 他还指民众最担心的是医疗费用上涨 企业因欠债倒闭工作时间增加而收入减少 及无力还贷甚至失业等等